大家好,鱼肉想要鲜嫩好吃,无腥味 就要来学学我的这个做法 不放盐和料酒出锅香喷喷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家里人口少,一条草鱼吃不完 于是就买了一斤的草鱼块 先改刀切一下 再切成大饺吃中的鱼块 鱼肉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肉类 又富含各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氨基酸 不管老人小孩都要多吃哦 鱼块切好,装在大盘里 用清水抓洗,洗出黏液和泄水 去除一点心意味 鱼肉清洗干净,捞出来,重新装进大盆中 把姜片葱段装在一个碗里 滴入两勺白醋 再加入热水,这样更能激发出葱姜的香味 再用擀面杖倒出葱姜汁 把葱姜水放凉,再倒到鱼块里面去 来少许的胡椒粉辅助去腥 葱姜能够分享好的去腥增香 白醋可以软化肉质 将鱼肉做出来呀,特别的鲜嫩无腥味 很多人腌这个鱼,喜欢放盐和料酒 放盐来腌制,鱼的肉质水分流失,口感发财 而料酒只有在大火快炒才能够挥发去腥的效果 腌制这里就不要再加了 刷拌均匀,放在一边,盐上20分钟 鱼肉腌制的时间来准备配菜 半个洋葱切成小块,装碟备用 一头大蒜切成厚片 切好和洋葱装一起 最后来一小块生姜切成薄片 料头就准备好了 鱼和豆腐是绝配 准备一块老豆腐 切成厚块,装碟备用 起锅热油 把豆腐一片片放下去 开中小火来煎制 煎到一面微黄 翻另一面来继续煎 把豆腐煎一煎,再拿来炖 特别容易吸收汤汁 吃着更美味 煎上七八分钟 豆腐的两面都像这样微黄酥脆 就可以关火盛出来了 食材全都准备好了 来调一个碗汁,倒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一勺蚝油 适量的食盐 鸡精,白糖,胡椒粉 最后倒入一小碗的清水 搅拌搅拌 料汁也准备好了 现在鱼腌制的时间也到了 把葱姜挑出来 或者直接把鱼块剪出来 把鱼块重新装到大盆中 倒入一个鸡蛋打散的鸡蛋液 下手抓匀 让每块鱼块都能裹上蛋液 待会煎制的时候 不会吸入够多的油 抓匀后 加一勺面粉 半勺淀粉 再次抓匀 让鱼肉表面都能裹上一层面粉 待会煎制的时候 能够锁住肉质中的水分和鲜嫩度 也不容易脱皮粘锅 起锅 再次热油 油温烧到三层热 把鱼块放进去 中小火慢慢煎 朋友们视频看到这里了 请伸出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人的支持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 鱼块全部下锅 不要着急翻动 煎上两三分钟 一面定型 晃一晃锅底 使鱼肉受热均匀 煎到一面金黄 翻另一面来继续煎 把鱼块煎一煎 腥味就能够完全去除 吃起来口感也更加的酥香 把鱼块煎到两面金黄 就可以关火了 放在一边备用 并准备一个砂锅 倒入适量食用油 把姜、蒜、洋葱倒进去 小火翻炒出香味 煎好的豆腐倒进去 稍微的铺平 最上面放上鱼块 淋上料汁 盖上盖子 大火炖开以后 小火炖十分钟 用刷锅来炖鱼 最能保留住鲜味和营养 一开盖香味扑鼻 撒上葱花和小米辣点缀 就可以上桌开吃啦 美味的砂锅豆腐炖鱼就做好啦 鱼肉吃起来特别的香嫩入味 不腥也不柴 豆腐吸足了鱼的汤汁 特别的好吃下饭 喜欢的一定要动手试一试哦 也别忘了先点赞收藏起来 怕你下次要用的时候找不到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